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番茄 好久没有做实况了呢 有一些不熟悉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呢 叫做超进化物语 Super Evolution 就是超进化物语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小阵容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游戏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风非常的这个魔幻 有一种剪影 然后呢 我们的三个这个小人 前面一个小鳄鱼 后面一个小女孩 然后中间这个什么像大头儿子这样一个东西 具体是怎么对战呢 我们进入游戏里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冒险 这个游戏呢 怎么说呢 主要就是干嘛呢 它的名字叫超进化物语嘛 这很明显 就是一个进化的游戏 要打这个 打这个诱尸啊 总之这个游戏呢 就是你控制着你的这个怪兽 和对面的怪兽进行肉体上的碰撞 非常简单的一款不相碰撞的游戏 甚至都不需要你输出 最简单的 我们派出我们的这个最弱小怪 然后跟对面进行碰撞 哇 这个最弱小怪还是远程攻击 哇 哇 你看对方直接死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小怪啊 还可以升级 还可以升级 我们来给这个怪兽升一下级 这个怪长得真 真丑啊 直接进化到我们我们当前的等级啊 因为它是不能等级 不能高于我们的是吧 不能高于我们的 十四级 可以看到啊 他可以进化成这个捕食者 这是第二等级 这是第二个等级 但长得也太丑了吧 可能是这个开出一个比较小的状态 原先呢 虽然说这个长得有点呆头呆脑 但是至少挂着个鼻涕 有一个大大的香肠嘴 非常的可爱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 长得有点略丑啊 啊 没事 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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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现在目前是要25级才可以积聚进化 进化到下一个等级 你看呢 就稍微炫酷一点 右边这一位啊 长发飘飘 手势长矛 耐久比较高啊 血量比较高 然后左边这一位呢 攻击力比较强 可以看到长得也不一样 左边这一位 大腹平平 肚子上开了个口 我们直接到第十关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烧 烧不加排阵是吧 烧不加排阵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排上一个法师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选择的法师 后来虽然说没怎么用过了 每个人呢 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然后这个技能呢 都是可以强化的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作为一款游戏 没有弱的怪兽 只有弱的训练师 训练师呢 用你的爱去培养这个怪兽 他都会变强的 但是要让怪兽快速变强的方式 有一种就是 拿其他怪兽去喂他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一只怪兽 把那一只怪兽吃进了肚子里 撕成一块一块吃进了肚子里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然后我们再打一下这个 我们换上一个等级1的小鳄鱼 这个小鳄鱼有什么能力啊 看一下这个小鳄鱼 很多人觉得他不是鳄鱼 对于这种质疑 鹿龙总是不屑一顾 无力反驳 这个怪兽的名字呢 叫做鹿龙 然后看看他的进化数 我们正好是之前抽卡抽到我后面的等级 总之呢 就是每一只怪兽 我到后面进化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了 然后这只怪兽呢 我也是有的 哈哈哈哈 现在呢 我们就 看上我的小小阵容就可以应对了 看上我的小小阵容 我的小鳄鱼 小鳄鱼 加油 加油 攻击他 攻击他 小鳄鱼 一级的小鳄鱼 最后成功的收到了一波经验 然后获得了文章 这个文章呢 有什么用 就是可以给他嵌在身上嘛 我们就给这个小鳄鱼吧 我们这个小鳄鱼等级比较赛 我们就给他一个等级弱一点的文章吧 这个战斗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我们之前是打到后面的一个关卡 但是因为我等级太低了 基本上是没有打过去了 是没有打过去了 这个幼年体啊 都是长得比较可爱的 然后呢 升到了这个成年体以后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猙獰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怪兽们吧 这个虽然说名字叫咒灭守护 正面守护 就感觉这个长得就像一个什么嘛 就像一个沸沸嘛 感觉就很像那个丁满 大家有没有觉得 然后背后还挂了几个这个草叶子 这个东西呢 它的名字叫极限 不知道为什么叫做极限 但是呢 我一般都叫它大头儿子 它的脑袋 它有大有圆 就像它的身体有长有款 然后平时我经常使用的几只怪兽 一个是大头儿子 一个是丁满 我一般都使用的是这个黑龙 大黑龙 大黑龙 然后我还有这个丁满 还有这个大头儿子 然后先派上这个作为肉盾 然后中间呢 派上一个近战 最后呢 派上我们的这个丁龙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可以让它升级 除了进化啊 给它欠文章 给它升级能以外 甚至就是基因突破 改变它的基因 莫名其妙啊 随机一个基因 一速加二十 后面的关卡 我也是实在是玩不太过去 玩不太过去 可以看到 这一关啊 虽然说对方是五个右提 可以看到这关的名字 五味青铜的意志 你会觉得他们很猜 但是当进入战斗之后 我方晃上我们这个纠集棋 甚至是这种各种这么强的怪兽 和他们硬刚的时候 却被他们打了 被他们打了 被他们打了 赶紧回一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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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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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还没死人啊 我要赶紧再回个血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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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个血 回个血 差点 差点 差点惨死 差点惨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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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战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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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的霸气很足啊 把我们打退的也很远 把我们打退的也很远 啊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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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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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呢 打过了这个关卡 然后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新的事件 比如说这边的事件 叫做青铜背后的秘密 然后呢 之前呢 我们也是解锁了非常多的事件 可以看到啊 这是我们之前解锁的事件 强化 红色强化包子 然后有什么巨龙的复仇 星级厨房 就是在这个故事模式的时候呢 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一些 很奇怪的剧情 就比如说什么 罗密欧的家族 比如说这个青铜背后的秘密 就对面五位青铜 可能就是非常的强啊 非常的强 完全打不掉他的血 被他摁在墙上打 被他摁在墙上打 我后面的这个大黑龙眼也是 哇 太惨了 这个变墙呢 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的时候呢 并不是你的怪兽不强 而是可能你这个阵容不太适合 这个游戏有一个抽卡系统 就是这个造物台 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些奇怪的含义在里面 那我们进去 这个进化物语 大家都知道 进化是如何完成的 人的基因啊 就就眷刻在这个DNA 脱氧核糖核酸 这个双螺旋的结构里 真正意义上 你说这种突变 那都是在不断的进化中 不断的繁衍年的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子一种偶然性 我们的材料只能造一次 好 那我们来 来造物 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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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就神神出现了 三块神户牛肉 不知道为什么呀 帷幕拉下 然后两人突然就 就就就莫名其妙 造出来一块神户牛肉 神神户牛肉 一起哈皮 会造出什么样的东西 哇 两个人 两个人 烤羊腿 这完全就不是一个物种啊 这样子 哇 两个人 两个人 辣白菜 什么辣白菜 为什么你们两个在里面 就冒 冒很多爱心 你知道吧 就刚才 刚才你看到 它里面冒出了很多爱心 然后里面发出了 两个人的 这个笑声 哈哈 经过了十个月啊 然后它突然告诉你说 你好呀 玩家 这是我 怀胎十月 为你生出的 辣白菜 四十五颗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辣白菜 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怪兽 进行一些升级 你看 这不就升级了吗 就获得了经验上的提升 这个辣白菜 也不是没有用嘛 然后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呢 我们来打一下 这个突变的朱莉亚甲子 哇 这个 这个有点强啊 它的 它的几个手下 为什么看上去 看上去明明一副 弱不经分的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 why 我们的丁满 其实是有几率啊 可以把造成的伤害 进行回血的 所以说 其实倒还好 虽然它的生命值比较低 哇 我们都被击退到这种地步来了 哇 玩玩玩玩玩玩 要玩要玩要玩 赶紧赶紧 拨不许 赶紧 拨不许 为什么比我们高那么多啊 再来回向学 来来来 好 获得胜利 轻松 easy 好的好的 那么 最后 换上了一个新的输出 它的名字呢 叫做火神 这个怪兽的简介呢 我老翻前来 为大家读一下啊 火神 再次从美国 回到日本 曾经暴走的 他啊 现在进入了成岭高校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阵容 可否啊 可否挑战一下 第一方的这五位 好 开始开始 战斗开始了 战斗开始了 可以看到啊 还是前排 血掉的还是非常的快 赶紧补一下血 拉一下大家的血线 可以看到啊 不过这次霸气 比较的霸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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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哎呦 不是不是不是 刚才还是有一些小失误啊 小失误 小失误 不应该不应该把这个血线攒着 哎呦 好好好好好 哎 雪 雪怎么掉这么快 场面一度混乱 一度混乱 一度混乱 好好 好最后一下 漂亮啊 火神还是强啊 好那总算是突破了这一关啊 那这个游戏呢 也跟大家展示的差不多了啊 那总之就这样吧 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 我是老番茄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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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